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北京警方在10月30号公布 周一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撞车事件已经破案 中共喉舌央视的消息说 车内的三名死者是新疆维族人乌斯曼·爱山 还有他的妻子以及母亲 另外五名在逃的涉案人员也全部被抓获 北京警方还指称 这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 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官方的这个定性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 是引起一片强烈的质疑之声 很多人就认为丈夫 妻子 母亲 三人一起进行自杀袭击 在恐怖主义活动中恐怕还没有这个先例 那么大陆的媒体人李明波分析说 很多人肉炸弹选择自杀 除了宗教上要成为烈士 也有物质上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家人会在他死后得到一大笔抚恤金 所以携带着家人自杀很罕见 大陆财经文哉的官方微博 也登出维族知识分子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 伊利哈姆在受访时候的说法 他说即使事件被证明是维族人所为 也不应该马上和恐怖主义画上等号 他就反问汉族人也会用激烈的手法表达诉求 舆论不会把它视为是恐怖活动 为何一旦涉及维族人士 舆论便要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不过有关质疑的微博信息很快就被删除了 那么天安门这次的撞车事件 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法新社在30号就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起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恐怖袭击 代表着中国庞大的警察还有情报机构 十分尴尬的失败 也有关注中国事务的专家表示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是极为丢脸的事 如果中国的国家安全部 连天安门的安全都不能确保 那么整个中国的安全就是空谈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人士郭飞雄 被拘押已经有80多天了 中共当局至今都不准他的律师 还有他的家人与他会面 10月29号 美国国会专门为郭飞雄案 举行了一个听证会 敦促奥巴马政府向北京施压 要求立即释放郭飞雄 和其他践行公民权利和信仰 以及表达自由的良心犯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还有女儿杨天娇等人士 出席听证会作证 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 几位资深议员也出席了听证会 他们呼吁中共当局要切实的尊重 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张青向美国之音表示 郭飞雄这次被抓 主要是因为今年年初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 郭飞雄参加声援抗争时 公开发表了演讲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